在关圣帝君生日这一天 新庄圣武堂则会举办了福宴康乐晚会的活动 当天邀请了多位的艺人到场现场 除了为神明祝寿之外 同时也祈求文租公能够保佑国泰民安 而且各个信众都能够健康快乐 农历6月24号是关圣帝君圣诞的日志 供奉这尊神明的新庄圣武堂可说是热闹滚滚 因为在举办福宴康乐晚会活动 除了邀请歌有功及寺庙等三星大德 到场共享平安夜之外 同时还特别安排多位影视歌星上台现场 现场有如演唱会一样 将整场气氛炒到最高点 不过吸引艺人来到庙宇唱歌的原因 听得令人嘖嘖称奇 来到我们新庄的姓武堂 因为我从古年一年就一直都有来这里 跟帝君拜拜 帝君非常非常严慎 因为来到这里不管我有什么心愿 或是要求什么事情 帝君都会帮我到三天 把我加持帮助我完成 所以说真的非常非常感恩 所以每一年6月2时 就是帝君圣诞成秋的时候 我们都会来这里跟帝君祝秀 来这里唱歌 让帝君欢喜 帝君欢喜就保护我们所有的好朋友 大家都心体健康平安 大家记得喔 如果有想要求什么事情 有什么心愿都可以来我们新增 新增新增 就会来帝君求 一定都会保护你们的万万 可以成真喔 其实我去年就有来过了 我也是我们公司的歌号向慧琳 他推荐我过来这边的 我在这里我觉得 去年来这里演唱帝君听 今年感觉到几年 感觉上就是都蛮顺的 所以我会常常来这里跟帝君参拜 有什么心愿我会来这里跟帝君说 我会觉得越来越好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有什么不留意的事情 还是有什么事情 都会来这里跟帝君称告 神威显赫 香火鼎盛 新庄宋唐 建庙只有25年时间 林主委要感谢各界人士的支持赞助 才能够将关盛帝君的中意精神 给发扬出去 在我们青年宫建庙已经25年了 因为收入了各位中间的爱大 各位最新的朋友 大家来帮忙赞助 今天就有小小的成就 以后要继续各位友 先前台帝 继续来帮我们帮忙 帮我们支持 帮我们赞助 帮我们计划 以后来继续来发言光大 圣文堂已经是地方宗教信仰中心所在 因此每年万会都会依循古礼 进行祭典仪式 替文珠公祝寿 并祈求神明保佑国泰民安 市民朋友都能健康快乐 永家乐新闻新装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助